此刻大家在场上看到的是什么 会动的吗 你在生命当中见过这样的翘翘板吗 没错 就是一个翘翘板 但是这是一个巨大的翘翘板 显然不是给我准备的 那么这个翘翘板究竟是要带给我们一个怎样的不可能的挑战 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 好娇彻 您好 欢迎来到挑战不可能 我觉得别说别的 就他开进来之后直接倒着车 就刚才那把倒车 准确的停在我们的这个翘翘板上就太帅了 您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我叫苏勇 来自成都公交集团 我是一名公交车驾驶员 你好 您做公交车驾驶员多久了 有27年了 27年了 对 今天这个挑战项目 您要不然给我们的三位评委透露一下 这叫大巴车与翘翘板 大巴车与翘翘板 大巴车与翘翘板 对 你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吗 大巴车与翘翘板 你是要平衡在当中 那就是个平衡台 那就不是翘翘板了 脸头不论挪地 就是所以你要叫大巴车跟平衡台 两边不能着地就在 对对对 今天公交车跟翘翘板摆在一块 场面是很壮观 可是给我的感觉是不难的 尤其是一个有27年经验的勇哥这样子 装不装人呢 我们不会往上装人 我们会把它装满人 我们会把它装满人 哦装满 你明白了吗 啊明白了明白 这个大巴车能装多少人 苏师傅 我说一个人 52个人 我们把它装满 然后苏师傅 再来寻找平衡 你有信心能挑战成功吗 有信心 好 接下来 我们就开始我们这趟奇妙的大巴车 翘翘板之旅 现场随机选取52名观众登上大巴车 在大巴车的两边设置了两个灯柱 当翘翘板的任意一方接触地面 红灯亮起 当翘翘板两边抬起 则黄灯亮起 三分钟内 若挑战者驾驶大巴车 能在翘翘板上保持平衡7秒 即为挑战成功 挑战者共有两次机会 车的总质量 是15吨 再加上上面52个人 这么大的一个质量 它要控制速度 这个根本我觉得 那个铁的翘翘板的平衡 其实是非常难寻找的 就光是一个人在那上面来回地跑 找那个平衡点都不容易 更何况是一辆车加上人 我觉得很难去实现这样的 不可能的一个挑战任务 加油 苏师傅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挑战 开始 现在仍然还是红灯 好 不行 不行 现在这个平衡点还不对 好 黄灯亮起 黄灯亮起 防灯亮起 很遗憾 很遗憾 车自身重15.5吨 而随机选取的52名观众 假如每个人的体重平均为60公斤 52人就将近3吨 车和人一共18.5吨 而且每个观众高矮胖瘦都不一样 更增加了车身重心的不确定性 车上观众在车前后运动过程中 由惯性引起的身体晃动都可能影响到整车的平衡 面对如此严峻的考验 这位普通的巴士司机能挑战成功吗 好 一 二 三 三 三 难了 很难很难 他有一个第一个冲亮 有个initial在那边 那个 那个最 他真的运作起来 我才知道那个不可能 他只要把车子慢慢慢慢很慢慢开到一个点 他就会停住了 这个不可能是很不可能的 来我们掌声为苏师傅加加油 加油 好 一 二 三 二 不着急 还有机会 我们跟您一样充满希望15秒 咱们再尝试一把 好 一 二 三 二 三 三 二 三 三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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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个魔咒 休息一下 您再找找感觉 我们所有的评委看了 起先以为很容易 后来觉得很困难 因为他是用手挡 不是自动拍的 而且他不清楚 前面后面到底的重量分布怎么样 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挑战 主要是他的一个中心点 太不好找了 我们掌声先送给苏师傅 来 苏师傅 最后一轮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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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时开始 好 一 二 三 哇 能够再坚持那么一下下 好的 一 二 三 经历了一次失败 苏师傅消耗了他大量的体能 使得这项不可能的挑战变得愈发艰难 苏师傅能把握最后的机会吗 加油 加油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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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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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希望 有希望 不着急 再来第二次 再来第二次的时候 我总是觉得 那应该每一次都在三秒跟四秒之间 不着急 还有八十秒钟 还有机会 相当的着急 相当的着急 如果这一分钟够不了的话 那就失败了 加油 加油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 六 你都尽量 你都尽量 应该也就是这样收藏 已经很接近了 苏师傅 稍等 稍等 他没有放弃 这样的精神 非常可恶 稍等 稍等 还有机会 加油 有感觉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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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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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分钟吧 终于挑战成功了 我心里很高兴 我觉得是这辈子最荣耀的事情 哇 这样 您的项目挑战成功了 接下来 我在荣誉电堂等着您 好 祝您好运 好 谢谢 谢谢 二十七年您保持了一个安全行车的记录 没有任何的事故 没有任何事故 厉害 那你技术这么好 就是带了很多徒弟啊 没有带徒弟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嘛 开公交车很累 又赚不了什么钱 然后干了不多久 就到其他单位 开其他什么车了 嗯嗯嗯嗯 这成都一共有多少公交车司机 交车有两万多年吧 两万多啊 对 那全国大概有多少 大概有四十万 上百万 上百万吧 所以你今天代表了上百万的公车司机 达成了一个 不可能的任务 挑战不可能变成可能了 我们实在很 请备您 所以我的答案是 三 谢谢许位老师 我只想说一点 我对你个人的二十七年的工作 兢兢业业 给所有的成都 每天乘坐公交车上班的这些市民们 真的是带去了方便 您在自己的一个平凡的工作岗位上 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 但是对于今天的这个挑战项目 在我看来 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合理 我个人的看法是 不能 今天非常难得 经过多次的失败以后 你最后还是成功了 我的决定是 能 我们有请苏师傅进入今天的荣誉殿堂 苏勇用他高超的职业技能 打破了不可能的极限 27年如一日 平凡的工作 却赋予着不平凡的使命 欢迎他进入荣誉殿堂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